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只需要4小时就获批 不再像以往申请需要时间4个星期 绝对能做到提量提速提效提质 世界各地正在抢人才 在本港逐步逆后复偿之制 特区政府要化人一步 一边推进一边检讨 非等待一年后才更新 应该按照实际情况更新大学名单 并设定每3个月进行一次检讨 让大学总体排名较低 但修读特定学科的人才都能够来港工作 当局也可以主动出击到海外筹办 招聘海外人才的展览及交流会 并安排政府官员到当地与海外人才交流 亲身介绍香港各行各业的发展机遇 而人才服务窗口线上平台 可以增设更多生活所需的点对点服务 引入不同的服务营运商 在网页中供人才选择 例如地产公司可以推介合适人才的楼盘 国际学校定期更新可以提供多少插班学额 都可以让有意申请来港的人才对香港有更多了解 背靠祖国面向世界是香港最大的优势 海外人才不单只可以在香港发挥所长 更可得到内地各种发展机遇 本港除了发挥本身优势 借鉴外地经验 更加要营造让境外人才大有可为的环境 才能留住人才 如果大家对于议题有任何意见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再见 再见